你肯定没见过这么恐怖的村子,只要有女人从中经过,就会卸掉双腿,为村里雄性延续香火。 这样虽然能防止逃跑,但砍断的腿部也会生出白虫,所以这种女人也被当地人称作屈女。 几十年来,没有外人踏足这个村子。 直到这一天,村子迎来了一群客人,东京教授带着一群靓丽女学生来自考察。 他想调查为什么村子没有女人,可就在半路上,车子无缘无故抛锚了,似乎是在阻挡着他们前行,但几人不放弃,推着车子前进。 村长得之后,派人将其接近了村里,为了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,村长十分热情,看着眼前这些形态歌异的女孩子。 他忙问身边的儿子喜欢哪一个,儿子小致很腼腆,低头不说话,教授注意到后面柜子有个诡异面罩,便想拿来看看。 原来这面罩是根据原田炎神制作而来,是他们村落的守护神。 而后,村长带领众人,接受道村必备的断足仪式,女孩们举着蜡烛站成一排,面前的男人神情激动地念着咒语,戴着面具的村长开始了跳大神。 女孩们有些惊恐和好奇,随着一根木棍从他们腿上扫过,算是仪式完成。 村长表示,仪式结束,就代表女孩们成了村子里的媳妇。 教授没放在心上,张口感谢村长肯为他们展示古老的仪式。 到了午餐时间,大家光愁交错,很是热闹,村长指挥儿子去给女孩们倒酒。 看着他那拘谨的模样,村长恨铁不成钢,但他还是感谢了教授一番。 原来,教授本来想置身到村子考察,可村长一口拒绝了,让其带些女孩过来才行。 教授这才把这群不安适适的女学生带了来。 饭桌上长发妹阿花有些心烦意乱,她总觉得刚才的仪式过于诡异,于是出门想散散心。 结果一扭头,就看到了红衣小女孩,还没说话,女孩便走了。 阿花紧随其后,结果发现了浑身是险,拿着斧子的屠夫。 阿花下意识大叫一声,吸引了众人围观。 原来这人是村长家的烧饭伙夫,这里有些障碍,村长让大家不要放在心上。 经此一事,阿花更不想待在这里,可学姐却教育她,实地考察,就必须要融入村子。 不然毕业论文怎么完成,阿花只能服从。 晚上,伙夫做好饭菜,来到了偏僻的柴房。 一位双腿近端的老女人住在这里,她是村里的媳妇,看到那些女学生,老人有些担心,可她什么都做不了。 晚上,教授在记录今天的所见所闻,助理直接推门而入。 她似乎明白教授为什么会带这么多女孩,可能就是为了给村长儿子物色而习。 教授本来就良心不安,为了堵住助理的嘴,她牺牲美色,征服了对方。 殊不知,这一切被屋顶上的红衣女孩看在眼里,一旁的小智给她递零食,并贴心捂住双耳,让她不要看这些东西。 月黑风高,大家该办事的办事,该开会的开会。 村长召集大家想对策,老棺棍们急不可耐,想要趁夜路人,但村长制止了,她要等自己儿子先行挑选。 深夜,阿花起床,发现同伴都消失了,她出门寻找,结果看到火肤浑身血迹,拿着同伴的人头。 她吓得不轻,拼命逃窜,结果正好赶上村长和村民在吃饭。 阿花看了眼吃的东西,十年前的饭都差点吐出来。 这时候,门外又传来动静,屈女,顾名思义,就是身体长虫的女人。 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子村就有这样的人,她们几百年来只生男不生女,男女比例几乎是一千比一,所以对异性的渴望可想而知。 东京教授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,带着女同学们前来考察。 学生阿花似乎有感应一般,做了一整夜噩梦。 就在第二天,几人去山里寺庙考察,村长前脚送走几人,后脚就警告了儿子小智,要他尽快在这群人中挑一个媳妇儿,这关系到村子的未来。 等儿子挑好后,剩下的女孩就归村民所有。 可村长不知道,有两个急不可耐的村民已经去掳人了。 在去山里考察的路上,两个学生以为口渴掉了队,村民适时出来,假装好心人,要带齐去小卖铺。 几人坐上车后,村民越开越偏僻,他们意识到了不对劲,但已经为时已晚。 两个女孩被拖下车关进木屋,他们拼命挣扎,可耐不过村民的强势。 一个女生用砖头砸伤了男人,想要带着同伴逃走。 看到这一幕,村民直接拿来了菜刀,想要用传统的老方法将双腿砍掉,圈养起来。 正当他准备下刀时,一个面具男出现了,他手起腐落,将一人毙命。 另一个村民吓得连忙逃跑,看着面具男逼近自己,帽子女抛下同伴自己溜了。 还好面具男没有动手,他摘下面具,原来是村长家的伙夫。 他让女孩赶紧逃跑,可女孩却心系老师和同学,于是让面具男带自己去寺庙找人。 路上,女孩看伙夫腿部受伤,走路一瘸一拐,便脱下丝袜为其止血。 随后叮嘱火夫,以后不要再杀人了。 火夫察觉到温暖,听话点了点头。 这边,逃回去的村民向村长报告着这一切,他们决定提前下手。 村长戴上了原田艳神面罩,决定教训这群不听话的人。 这边,抛下同伴的帽子女拼命逃跑,可她不清楚路况,跑得头晕转向。 等到夕阳落下,她听到嘈杂的声音。 回头一看,正是追来的村民,她拼命逃跑,最后失足跌落山崖。 等到醒来的时候,一个戴着原田艳神面具的人站在身边。 女孩以为这是拯救自己的神明,亮亮呛呛走了过去。 人质是惨绝人寰的酷刑,而在日本也有这种变态的刑罚。 因为这个小日子村与世隔绝,他们只能近亲婚语,可生出来的孩子大多都是畸形儿。 加上疫病流行,体弱的女人相继去世,直到最后一个女人消失。 一对过路夫妻来到此处,他们被早已丧心病狂的村民来下,丈夫被残忍大卸八块。 而女人则被饥饿的村民一拥而上。 为了让女人心甘情愿留下,他们砍断了女人的双腿,圈养了起来。 但这是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东京教授为了调查原因,来到了山上寺庙。 他想询问寺庙主持村中情况,可屋内空无一人。 他大着胆子,擅自翻阅其书籍,听到住持走来的声音,他慌忙将一本密室藏进包里。 主持看到门外的女生,很是惊讶外人怎么来此。 在听说这一行人做了断足以示后,更是严厉呵斥,让其赶紧离开村子,否则会大祸临头。 教授还不知道自己的一名学生已经惨遭毒手,被戴着原田艳神面罩的村长一刀了解。 等到晚上,大家都在担心消失的学生,村长走了过来,说不用担心,他们被其他人叫去喝酒了。 想到都是单身人士,同伴们没有在意,而教授则一心沉迷偷来的密室。 他终于了解到村子为何没有女孩出生,却能延续至今的原因,就是开头那个故事。 就在教授跟助理讲解的时候,村长推门而入,他听见了一切,当即准备将两人押入地牢。 此时教授已经后悔不已,他将车钥匙塞给助理,让他带着学生们逃跑,自己则上前和村长扭打在一起。 助理瞎傻了,在教授大声呼喊下,才带上学生赶紧上车。 可还没等车门关紧,村民们便追了过来,强行拉人下车,就在危急关头,火夫和短发女摸了回来。 他操起斧头又是三两个,其余村民吓跑了,两人坐上车,助理连忙开车走人。 在路上,他解释了村子的历史,眼镜妹连忙追问帽子女的下落,感受到同伴遭遇不测,他痛苦不已。 而后,竟然抢夺司机的方向盘,想要下车去寻找帽子女。 众人制止了对方,好不容易重归平静。 这边,村民早早来到了各个路口拦截学生们,火夫意识到了他们的计划,便让人把车丢在路上,随后徒步爬山,绕道离开村子。 村长听说了这件事,又发现祖传的面罩不见了。 他怒不可遏,将教授困在屋里。 见由问不出面罩下落,他直接一枪把教授崩了。 这边,火夫将大家领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,然后开始抓鱼给大家吃。 村长家里没了火夫,便让儿子小智给母亲送饭。 母亲告诉他,火夫其实是小智的亲哥哥,因为智力缺陷被村长隐瞒,他想让两个儿子都逃出村子。 可小智却觉得不可能,他觉得村子受到了诅咒,无人能逃离这里。 果不其然,酒足饭饱的一行人继续逃亡。 结果眼镜妹因为过于思念帽子女,竟然出现了幻觉,朝着一个陌生方向跑去。 短发和火夫见状,连忙去追人,结果刚好碰到追来的村民。 短发被村民射中了肩膀,火夫伤心不已,趁其不备,砍伤了对方。 正当他想要下死手时,短发女制止了他。 不过眼镜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,他追上了幻觉中的帽子女,两人在湖边嬉戏打闹。 就在他猛然清醒时,面具男再次出现,将其一刀斩首。 而留在原地等候的阿花和助理,被村民打了个正着。 押送回去后,助理被带到其他房间供村民玩乐,而阿花被村长留了下来,说要让其当自己的儿媳妇。 村长解开阿花的绳索,将其带到卧室脱掉衣服。 小欧成为她的儿媳妇,身上不得有一点疤痕,阿花只能照做,果然身材十分完美。 穿上嫁衣后,阿花正脱不开手链。 这时候,红衣小女孩出现了,她对其婉儿一笑,随后关上了房门。 阿花知道他们是一伙的,心里顿时绝望了。 这边,短发女和火夫逃到了小屋,替她拔出剑伤后,两人相视一笑,火夫想出去抓鱼为其补补身体。 结果一抬头,看到面具男从屋内走出,她心生不妙,快不朝屋内走去。 结果短发女已经被乱刀砍死,火夫崩溃了,红衣小女孩似乎能预示到所有的事,化成了一幅幅画像。 火夫疯了,她发誓要杀光村子的所有男人,正在欺负助理的那群人没能幸免,死在了斧头之下。 而后,又是一顿狂追狂砍。 这时候,村长的儿子小志回来了,她要在今夜与阿花成亲,小志不愿意,也受过了这里。 于是趁着父亲大醉,她一瓶子将其砸晕,而后解开了阿花的枷锁,让其逃走。 临走时,她把身上的护身符给了阿花。 就在这时,红衣小女孩拿着面具出现,小志一把推开阿花让其赶紧逃。 这个做法让小女孩很是不满,她将面具戴在小志身上,让其杀光所有人,并重申自己才能是小志的媳妇。 独身的阿花拼命向外逃,就在被村民追上时,火夫赶来救了她。 看着对方继续奔跑的身影,阿花朝寺庙跑去,那个主持不是坏人。 她料到了这一天,便收留了阿花,便讲起了红衣小女孩的故事。 原来,那女孩是十年前来到这里的,村长本想让其做小志儿媳,可没想到十年过去了,小女孩容貌如初。 村长认为,女孩是上天的诅咒,便想给儿子换个老婆,然后把红衣女孩献寄给原田验神。 故事还没讲完,阿花就感觉脑袋昏沉,直接栽倒在地。 此时的火夫已经杀疯了,醒来的村长看到这一幕,直接掏出枪,没有半分犹豫,射杀了亲生儿子。 而中了枪的火夫,用尽最后一丝力气,来到了母亲身边。 在得到了母亲的赞许和夸奖之后,她倒地睡去,从此不再醒来。 母亲掏出一根火柴,点燃了柴房,将自己和众人葬身一片火海之中。 这边阿花醒来之后,发现自己被捆在树上。 原来,住持为了破除原田验神的诅咒,决定生计阿花。 她表示,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。 在唱完一首名歌之后,红衣小女孩突然出现。 住持死在了戴有面罩的小志手下,随后解开了阿花的声索。 红衣小女孩对阿花说,我们来玩鬼抓人的游戏, 给你十秒的时间逃跑,然后让小志去追你。 这对小志来说,轻而易举。 就在阿花走投无路的时候,掏出了小志送给自己的护身符。 小志果然停了手,趁此空档,阿花拿起石头,砸掉了小志的面罩。 小志像是疯了一般,脚下一滑,死在了自己刀下。 整个村子,只有阿花和小女孩活着。 看着对方离开的身影,小女孩唱起了诡异的歌谣。 就在这时,阿花遇到了森林里的一头黑熊,就这样死在了黑熊口中。 小女孩抱着自己的玩偶,看着远处被火烧尽的村子,不禁笑了起来。 本篇到这里就结束了,这是根据漫画改编而来。 两者差异比较大,漫画更为恐怖一些,人物形象塑造的也十分鲜明。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原片的小伙伴。 好了,本期讲解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小伙伴们记得一键三连哦,点赞订阅加关注,我们下次见。